Hello,大家好 在本期的影片当中 我整合了世界上16个可以免费使用的VPS服务 由于这篇文章写的比较早 是在22年1月中旬 有部分的厂商规则已经有了改变 截止到今天有15个还可以正常使用 如果对我的视频内容感兴趣 你可以先给我点个关注 另外如果将视频转发给有需要的朋友 我更是感激不尽 友情提示 仅作为学习Linux系统使用 不要存放重要数据 现在我也不推荐用免费的VPS搭建网站 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Oracle Cloud的甲骨文云 我们可以在甲骨文云里 使用永久免费的服务 在这里包括了VM实力 还有10G的存储桶 200G的存储卷 引导卷的话也是200个G 一般情况下是建4个VPS 两个一核1G加上两核12G的ARM 也可以使用4个一核6G的ARM架构 第二个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谷歌云 谷歌云现在的规则是 免费使用3个月 有300美元的适用额度 不过谷歌云必须是要使用一张实体的信用卡过验证 注册的话和甲骨文差不多 也比较难 如果用虚拟卡的话 很容易触发二次验证 第三个要给大家介绍的是AWS亚马逊云 亚马逊云的视频我也做过 它可以免费使用一年 用虚拟卡注册的教程 我已经做过了 你可以去找一找 但是亚马逊云的套路比较多 特别容易产生扣费 每个月有免费的15G流量 现在亚马逊的轻量服务器 还可以免费的使用3个月 第四个是AZ微软云 可以免费使用一年 但是它的型号必须是BES机型 而且必须选择64G高速硬盘 有关于AZ的免费规则 我写过专门的教程 学生适用的话有100美金 而且不用信用卡验证 但是需要手机号验证 第五个呢 我把它叫Sewer 它是英国的VPS 可以免费一个月 而且是原生IP解锁奈飞 同样需要信用卡验证 第六个 Linux网 可以免费使用120天 大约是4个月时间 邮箱注册就可以 不需要信用卡验证 但是极容易触发封控 很容易封号 第七个 XVPS 纯IPv6的机器 我也做过视频 如果有需要 你可以自己找一下 它只需要一个TG账号 不用信用卡就能注册 而且理论上是永久免费的 需要每周手动续定 第八个 华为云 华为云呢 它是需要信用卡 而且免费试用1500小时 第九个 是阿里云的国际版 也就是阿里巴巴 Cloud 需要信用卡注册 免费使用12个月 一盒一记的 或者是 使用3个月 两盒两记的 第十个 EOTA 我不知道这个单词怎么念 但是这个厂家 它是非常著名的 注册的时候 需要信用卡 而且送100美元 可以在一个月内 使用完 第十一个 Linder 注册送100美金 需要信用卡 配置是一盒一记 第十二个 Betato Auction 注册也需要信用卡 费保也可以 送100美金 如果有学生邮箱的话 你可以开Gethup的学生包 那这个学生包 可以在这里领取 这个包里 还有包括域名在内的 其他很多的 免费的学生专属福利 第十三个 EU 德基 原来德基申请的话 只是审核的时间表长 信息正确的话 一般情况下 都可以开一台机器 但是现在开机 需要10欧元 就不太值得 第十四个 Tameta 注册就需要 扣2美元的验证 支持 加巴6手机 和Google Wales的验证 配置可以任意 它是免费一个月 赠送300刀 最高核选的配置 是40核的专用 512的内存 4T的固态硬盘 和5T的流量 它的CPU类型 我搞的也不太懂 分为B型 B型 T型 和A型 一般情况下 流量比较少的话 可以选择T型 也就是突发型实例 如果是正常的 建站使用的话 建议使用B型 可选的位置 还是比较多的 它甚至还包括了 美国 加拿大 欧洲 和中国等 第15个 Yandex Cloud 新注册用户 赠送价值4000卢布 大约是350块钱 有效期是60天 其中有1000卢布 可以用于VPS 它需要绑定银行卡 而且必须支持 两部验证 可以用它自家的 虚拟卡产品 国家建议选择俄罗斯 因为它就是俄罗斯的主机商 第16个 Evolution Post 它需要有一个博客 才能申请 然后需要博客的首页 放上他们的广告 这个主机商 我是没有用过 如果你有网站的话 可以到这里来申请 尝试一下 以上我介绍了16个 VPS的优缺点 和申请的难度 那有需要注册地址的 可以在视频的下方描述栏 和置顶评论中找到 那今天的影片 我就录到这里 最后最后 跟大家强调一下 免费的服务 都不提供技术支持 请不要存放重要的数据